河南平顶山薛电镇豆腐粉条菜作为一种地地道道的传统乡村特色美食 以丰富的食材、回味无穷的风味和较高的营养价值成为了当地群众餐桌上的常客 Q弹爽滑的红薯粉条、软烂纯香的豆腐丝 伴着羊油辣椒混合在热腾腾的羊肉汤里 再加上新鲜的羊血和萝卜干 一碗豆腐粉条菜开启了夹县薛电镇人一天的火力密码 人不吃个整点啥 早上起来配点油麻豆 基本上四块钱关包 豆腐菜全称豆腐粉条菜 早年是流行于集市上的一种小吃 后经改良加入老豆腐粉条之后 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家常美味 口味咸香老少皆宜 从前需要24小时文火炖煮的大骨羊汤 如今改用电加热炉之后随时开火集沸 高汤、豆腐、粉条、羊杂萝卜 撒上标配香菜和香葱 再加入提味的羊油辣椒 一碗正宗的豆腐粉条菜 满足着来自四面八方食客们 燃热炉之后